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第一线的海巡官兵抱怨 他们的装备不足 不过海巡署马上出来回呛说 不要相信未经查证的不实消息 好了 问题是 那监察院的报告难道也是假消息吗 监察院就特别点出说 海巡征搜的装备 包括像是76%的守望上 根本没有配置探照灯 也没有热显像仪 夜视镜的短缺 至少都是上百件起跳 最基本的七项征搜装备 竟然只有望远镜有达标 难道监察院也在散布假消息吗 董哥怎么看 其实你可以看到海巡署这种 马上做一个回应 就跟教育部一样可恶 教育部今天第一个时间说 我们没有给学生做那些调查表 结果他们的部长到立法院说 有啊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在做 你看这些公务人员第一个反应 就是这种自私反应 那海巡署最可恶在哪里 今年五月六月九号 大家记得有人从福建 然后那边就用快艇就到了我们淡水口 结果他自己报案 因为整个现场都有露营 他距离我们的关渡师只有八里 那如果再往前开就开到中正桥下 就距离总统府那不是两公里而已吗 所以可以看到了我们的整个防卫其实是很差的 好 非常差那更不用讲说那时候把大陆的遗民 把他搞死两个我们现场连那个录音的那个都录影的都没有 好 那个是警察的基本配备你海巡就是警察耶 好 那我们看到其实就知道说他们其实这些是不够的 然后直到了上个月十五号 又有第二个也是过来的 这个人到林口 他是做橡皮艇 他从更远的地方来浙江啊 前面那个是福建 这个是浙江 他就慢慢到这里 也是自己报案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我们海巡其实有非常多的不足 难怪海巡的上级叫做海委会 海委会的主委管碧林 就说海巡被打趴是应该的啊 是应得的 那你今天看到海巡的反应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有非常多的装备是不够的 那过去这么久的时间是民党在执政 执政了八年多了 这八年的预算也没有人删你啊 你自己也没边啊 那你今天如果要比照我们看到的联合利剑 2024B的时候 他这次是四个海巡大队 东西南北各有一大队 然后抵住你 那简单讲啊 这个就叫蟒蛇行动 对不对 蟒蛇行动不必派金人啊 派海巡就可以把离台湾绕个圈子 那这如果他们就抵在这里不动的话 请问全世界天然气啦 油货轮啊什么 谁敢进来 他海巡比我们的部队其实不差耶 他海巡的军舰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给他的军舰耶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一想一想看 你都会头皮发麻 因为他海巡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那真的蟒蛇行动把你抵两个礼拜的话 台湾就瘫痪了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唐华司令讲的东西是真的啊 那今天我们海巡设备这么差 你还出来跟人家斗嘴 那我们其实国人也支持说 我们用最好的装备 来武装我们等于说海上的这些建额嘛 可是没有想到当国人这么担心的时候 然后他们还出来去呛别人 那其实海巡 它常常就比我们国军 比我们的海军还在第一线 因为海峡两岸太近了 那譬如说像我昨天从金门回来 我还没回来人家就跟我讲说 我们昨天在演习都有人在偷渡耶 那我在机场就有人跟我讲 董哥刚刚抓到偷渡客 我说哇这个真的是趁楼打结 可是时间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演习 我们一定会比较严正以待 看得比较紧嘛 周天天气那么好 太阳那么大 他一过来的时候 马上被我们抓到在蒙古里 所以我说现在我们海巡这种实力 你要加强 是国人都会支持的 不要在那边陪民进党 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会让人家很失望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等一下 29位 或者是没有人家 老虎 谢谢 我们下市 下市 下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